快来听故事了 有各种的故事 跟着GK爸爸 一起听故事 快来听故事了 有各种的故事 跟着GK爸爸 欢迎收听GK爸爸原创故事绘本 特别篇 活着就是最好的礼物 Big 今年最好看的儿童亲子电影 Big Big 魏德胜导演暖心之作 六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 用爱相互扶持 在医院病房816 共享欢笑泪水的故事 感动上映中 Big Big 唱的轴轨 爱相变身 Big Big 用时引起刻上变成 Big Big 绝世无忌 传向变身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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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QQ珠陪虎哥来到大医院 看医生哦 现场等候的人数非常多 虎哥拿了号码牌 就跟QQ珠在门诊旁边坐位区等候 看起来还要等很久耶 于是QQ珠有点坐不住了 虎哥还要等多久啊 好无聊哦 大概还要等三十几个人耶 来来来 你乖乖坐好啦 哎呦 也太久了吧 三十几个人 那我到附近走走晃晃哦 好啦好啦 但是你不要走太远耶 记得回来泌尿科这边哦 虎哥叮咛的话还没有讲完 QQ珠已经跑到医院的走廊 消失不见了 他走在医院的走廊上 感觉就像是进入了一个超大的迷宫 觉得地板好滑溜哦 走起来有点像滑冰的感觉 不知道转过几个走道 几个弯 他来到一个病房的门口 抬头看到上面写着 房号 BIG BIG 怎么病房不是写号码 是写英文啊 好奇怪哦 接着QQ珠看到这个BIG 病房里面好热闹哦 看到大人跟小孩又跳又唱 又哭又笑 哇 好大台的摄影机哦 好像变形金刚摄影机哦 太酷了吧 还有小朋友穿着蓝天白云的睡衣 感觉好好玩哦 QQ珠好奇走过去询问 站在门口那位脖子挂着耳机 戴着眼镜的帅气叔叔 哈喽 叔叔您好 请问你们在做什么啊 我们在拍电影啊 这部电影叫做BIG BIG 哇 难怪门口写着BIG 你看我身材是不是也很BIG啊 又胖又肥 嘿嘿 对呀呀呀 对呀呀呀呀 对呀呀呀呀 嘿嘿 你这个 等一下 我知道了 难道 难道 叔叔 你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啊 当然啊 我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魏德胜哦 哇 好酷好酷哦 我超爱看电影的耶 没想到可以遇到导演本人哦 那我好想知道 BIG 这部电影是什么样的故事啊 导演可以告诉我吗 这部故事啊 就是在讲六个小朋友 生病了 他们住在一个大的病房里面 他们在这边每天 从互相的玩闹 到最后也会互相告白 到最后 他们要面对的是很多 比你们更艰难的问题哦 是生死离别的问题 所以也要好好的告别 其实是一部 又快乐 然后又伤心的电影 听完就超想看的啦 但是 大家会不会边看边哭 让整个电影院 淹大水啊 不会不会不会 你应该笑的时间 会比哭的时间多一点 那我一定要叫 爸爸妈妈带我去看 转眼间 已经来到电影上映的日子 猪爸爸跟猪妈妈 带着QQ猪 还有他的好朋友 荔枝姐姐 一起去看Big 耶比耶比耶比 今天好开心哦 可以跟爸爸妈妈 还有荔枝姐姐 一起来看电影耶 噓 QQ猪 在电影院 记得要轻声细语哦 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啦 哦 哦 对啊 好 我知道 电影要开始了啦 耶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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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阔的大草原上 翠绿的草地随风摇曳 仿佛向天空 述缩着大地的活力 七位小战士 站在草原上 彼此之间 散发巨大坚定的光芒 他们身穿战袍 摆出各式各样的战斗姿势 眼神充满着大人的勇气 即将迎战并魔大军 草原传来沉重的军队脚步声 并魔大军无情地逼近他们 小战士们紧紧握着手中的武器 准备投入这场艰苦的战斗 这个时候 身材魁梧的并魔大军首领停下脚步 开口说话 等一下 我要尿尿 我要上厕所 QQ猪 在电影院不可以这么大声啦 对啊 这样会影响到其他人 GK爸爸 你怎么也出现了 怎么回事 QQ猪竟然触发了 这间电影院里面的 平行宇宙磁场 突然间一个巨大 有BigBig的时空漩涡转动 手轰手轰 噼里啪啦 轰隆啦 时空场景瞬间移动 来到一间 麦麦录音室密室 哈喽哈喽 欢迎收听 GK爸爸原创故事绘本 我是GK爸爸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荔枝小酒馆的荔枝姐姐 今天非常欢迎 魏德胜导演来到我们节目中 跟大家聊聊新电影Big 没错 让我们一起热烈欢迎 魏德胜导演 耶 哈喽哈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我是魏德胜导演 Pig变Big了 其实我本来有想 但是又怕冒犯到导演 导演很厉害 极致哥 请问导演 这部电影为什么会叫做Big呢 其实在医院里面 特别是那种儿子病房里面 那个最小最弱的那些孩子 他们展现的那个生命力 其实是比大人还强大 所以我想要呈现的是那种 内心强大 那种求生欲望强烈的 这些孩子们的心境 所以Big Big指的是这些孩子们 也指的是这些正在打仗 或者是打过仗的孩子们 这种名词变成是他们的代号 而不是病头 他们的想象力和他们的勇气 比一般人还要大的感觉 最小的身躯 但是其实拥有非常大的勇气 去面对他们的生命 那我想问导演就是 因为我知道导演一路以来 有做了非常多不同的 类型的电影 那当初是什么原因 会想要创作这样子 像医疗剧或者是亲子电影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其实因为很早 很早很早以前我曾经访谈过一个 那个骨癌截肢的一个孩子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大学生了 已经不是孩子了 但是我跟他在聊他以前 小时候住在癌症病房的 那个过程的时候 其实我都觉得那些孩子 孩子就是孩子啦 孩子还是想玩 只要他能动他就想玩这样子 但是他讲到一个 我觉得最让我又震撼 又心痛的内容 就是说他说在癌症病房里面的孩子 没有一个不想活下来 并且他们都相信自己可以活下来 他们甚至已经为了健康出院之后 要去哪里玩 去哪里怎么样 都已经做好计划了 就是这种纯粹的力量 才会让人强大 对我们在场都是爸爸妈妈 那是两个小孩 我两个女儿 然后我是一个小孩六岁 上礼拜六就带我女儿了 他六岁 我跟他一起去看壁格 他喜欢吗 他蛮喜欢的 因为其实看之前 我有给他看那个花絮 因为他看到小朋友怎么光头 他就会好奇 想说他们生病了 好像很严重 他们就很有兴趣 想要看他们发生什么事 其实小孩在看电影 我们一般在观察那些孩子 在看电影的时候 发现你感觉好像他没有看懂 其实他都懂哦 他是放在心里面 然后他会在 你最近在偶尔注意他 他会在他的生活中 偶尔会展现出来 那个爱自己也爱你 那种言行举止这样子 对不一定会哭 他们反而会看得到 为什么你会哭成这样子 我还在啊 你不用担心啊 他们会为 电影里面的那些角色说话哦 他会说 他妈妈在哭 他会跟妈妈讲说 妈妈你放心 他妈妈不是告诉他吗 说他会一直陪他吗 你干嘛哭 你知道吗 他们的解读 跟我们电影里面的那个情节 是不一定 他们会把能量补满 自己会把能量补满这样 这是我觉得 从越小的朋友 越小的孩子越会 越不会哭 但是他越容易 不足的部分自己把他补上 这样子 因为他现在还是很纯净 对 不会有太复杂的想法 但是你不要以为他不懂哦 他真的懂哦 他看懂哦 我觉得不管你是有疾病的人 还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是把目标放在这些有疾病的人的孩子身上 那你想他们也在过日子啊 对不对 就是所以整个电影在呈现都只是他们过日子的状况 然后过日子的行为 一般的行为 就是我把他们的日常变成了经过戏剧的剪接跟拍摄 把他们日常变成了一个戏剧的一个完整版这样子 那但是其实里面面对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讲你会流泪你会干嘛 但是对他们来讲是日常生活的每一天会都在重复发生的事情 音乐我们的音乐让你松了 松了眼泪也就流了 然后笑容也就开了 因为音乐我不希望扮演更多的催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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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效果 因为那个东西反而会让人家觉得 哦你要我掉眼泪哦 我就不掉 对 所以我们音乐反而是像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 我们放的是摇篮曲的感觉 让你好像就是听了就会睡早上了 可是你在那个时候一定睡不着嘛 所以你会你只是情绪会放松 一放松你的我就是眼泪就流下来 所以我更会算 这也是电影好玩的地方 对就是视觉或是听觉上都可以用不同的氛围 然后去交织成一种不同的味道 其实有因为很多我们很多家长朋友 其实看到这个电影的故事设定都会觉得 哇好可怜不敢去看这样 那导演会比较有希望说 大家可以带怎样的心情去看 其实真的不用担心 所谓的可怜不可 我在电影里面的呈现绝对不是可怜 你反而会尊敬 我不是要你去同情谁 你看完电影你不会同情里面的病童 不会你是尊敬 非常尊敬 而且那个尊敬是带着 天哪我做不到 哦对 那么小的身体他可以这么勇敢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 你看完电影之后 我不会给你很悲伤的结尾 我给你的是带着希望的离开 你会觉得生命是很精彩的 生命是很美妙的 我们要更爱自己 更爱惜生命 更爱自己的亲人 爱自己的人 这样子 应该说我们要讲的并不是死亡 对 看完会有种重生的感觉 对重生 应该说你看完之后 你会获得满满的正能量 你绝对不会是很悲情的离开 有些电影你看完之后 你出来你心情会很不好 对对对 就是会久久的困 困在那个情绪里面 对 然后我们这部电影你看完之后 健康的人看完之后 出来 你说不会流眼泪吗 会 但是你出来之后 你去喝杯咖啡 你在消化那些剧情的时候 你是很感谢老天 为什么给我一个 这么健康的身体 哇谢谢老天 给我一个这么健康的孩子 对对 你会有充满感谢 然后你会更珍惜自己 我觉得这是 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这么多 那只是好几场的放映 跟从观众那边得到的回馈 都会让我觉得 哇我们这次做得真好 不只是在拍一部电影 我们还做了一个 可以影响大家 影响整个社会的一个作品 这样子 有没有什么反馈是 导演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举几个孩子的反馈 就是我也是看人家回馈的那个 就是一些留言 就有孩子 很小哦大概三岁左右 就看完电影之后回家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 妈妈哄她睡觉嘛 睡觉的时候 然后回头跟妈妈讲说 妈妈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再见 然后就回头睡觉 想一想不对 想一想不对 因为回头说明天见 三岁他有看进去哦 所以三岁就可以来看这部电影了 当然不要过动会比较好 那不然 两个小时半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们电话 电影里面有动画 所以会当他们开始不耐烦的时候 动画就把他们又抓回来一次 这样子 还有遇过那个 那个小朋友 就是比较大的 有那个比较大的 然后他看完电影之后 跟他妈妈就走回家 然后手牵着手走回家的时候 两个都没有讲话 应该各自心里面都有什么事情 但是都没有讲话 过了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边走着 然后他那个小孩子就回头跟妈妈讲说 妈妈我有好好活着哦 他妈妈好感动你知道吗 这会哭吧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哭 他就好感动这样 就是一个孩子他跟你讲说 我有哦 我有做到哦 我有做到这样子 其实那是很感谢的 那导演这一次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的小演员 那最小的应该是年纪四岁而已 对对 那这样子的拍摄经验 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 特别有趣就是要不断的用回落 用红的 然后让他们上场这样子 第一个你该满足要满足到啦 就是该睡要给他们睡 睡饱 哦要睡饱 对吃得够 然后他们舒服 要玩要玩得够 然后接下来换他们上场的时候 他们就是用条件交换嘛 你知道吗 这是工作 但是工作之余 我给你有游戏的空间 你的工作呢 也是边游戏边工作 你只要把我要你讲的台词讲 你把它当玩一样 玩乐的把戏演玩这样子 对比较小的孩子来说 他们 我个人是觉得他们还蛮享受的啦 虽然他们有时候会搞不懂自己在干嘛 但是他们是还蛮享受的这样 很像游乐园的感觉 对一开始大家都会 稍微有点排斥啊 为什么要那么多次 为什么又不好 这个为什么怎么样 我不要 对小朋友很不喜欢一直重复 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不敢喊咖 想说又要再拍一次 也不会 可是到最后我跟他们沟通 就是说 你要想 你现在不是跟一群小朋友在工作 你是跟一群大人在工作 而且这些大人是没有你们做不了这些事情 所以你们是真的很重要的 他们会有成就感说 真的我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们这部电影的主要目的是 要让更多的人得到一种有意义的生命 当然讲这些人听不太懂 但是我们是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他们也许就懂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真的有时候 当然这个东西要不断的讲 要不然他们很容易就 对他们很容易忘记 对所以要不断的讲 他们就会觉得说 哇我要去工作了 我要去工作了这样子 他们就满怀期待的来准备要拍戏这样子 他们就觉得说 我只是玩一玩这样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我也要去玩 导演会希望小朋友去看这部电影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吗 其实我们曾经有看过一个老师有包场 然后他设计的一道题目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也非常喜欢那道题目 他是说小朋友们你们要回家 看完电影之后回家 问你妈妈或问你爸爸 你出生那一天的故事 不管是好事坏事 顺利的事不顺利的事一定都会有 那天的事情你讲给他听 他会有多少孩子不知道自己出生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妈妈爸爸都不讲 不觉得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然后当他知道以后 他会他会很记得说 我的出生也是带着故事的 然后他那个题目是说 你回去问你妈妈 问你爸爸 你出生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讲完故事之后 换你对着iPhone自拍 自己讲故事来给大家听 讲自己出生的那天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题目设计的好赞 我也希望 不管有没有看过电影 然后所有的爸爸妈妈们 不要忘记把你孩子出生的那一天的故事 要记得讲给他听 也不只是那一天 就是把你孩子出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他来这个世界上是这么好的开始 是这么有趣的开始 或是你们对他的期待应该会是什么 他自己会往哪里发展 他们自己的决定又是什么 那导演有自己跟你的小孩 讲过他出生那天的故事 有有 念完之后把信交给他这样子 他也一直流眼泪啊 哇 孩子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 嗯 虽然他知道你爱他 可是他要不断的确定你是真的很爱我这样 他必须要不断确定 那你要不断的讲 不断讲不断讲 让他百分之百确定 他百分之百确定以后他就有足够的安全感 他就独立了 我觉得可能亚洲的父母不太习惯把爱说出来 趁孩子还小的时候该说要说 因为长大大家说起来就会尴尬了 就是小时候 小时候不会尴尬就每天讲常常讲 我喜欢你啊 我爱你啊 或是我好想你啊 这样子 心情都讲出来没关系 他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访问到一半 突然间出现巨大又必格的时空漩涡 这股强风把录音室吹得乱七八糟 QQ猪胖胖的身体 从漩涡中滑稽地飞弹出来 哎呦喂 这这是哪里啊 GK爸爸 你的头发怎么变成爆炸头了 励志姐姐还有导演 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 QQ猪 那你怎么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本来正在看电影BIG啊 突然就想要上厕所 想尿尿 我就大叫 然后就出现BIG的漩涡 接着就BIG 我怎么讲话一直有BIG啊 好奇怪啊 怎么回事啊 反正我要赶快回去看电影啦 不跟你们聊了 拜拜 QQ猪 你小心一点啊 录音室这里被弄得一团乱耶 怎么办啊 看来今天录音只好先到这边了 小朋友 小朋友 重点记得哦 请爸爸妈妈带你去看这部电影哦 我们请导演再跟我们讲一次 这部电影叫做什么呢 B.I.G. BIG BIG 活着就是最好的礼物 BIG 让孩子拯救世界 温馨好笑又好看 G.K.爸爸挂宝阵啦 快去看 快去看哦 小朋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电影同名主题曲 BIG 是由电影中的七位小朋友 一起合唱的哦 边听边唱边跳吧 来来 let's go 我去运行 我胜负 带我筹码游戏就已分处 无邪希望我受益奔赴 天线中我跑 再享用我的骄傲 等你全备好 期望是有机会前面没有机械 人物不会冷却 直到最终点 看不清没关系 让你看看我实力 让你无敌反击 我会遇为你 我会遇为你 Morning baby Darling baby 起来把飞行赖了 We go baby Come on baby 变成巨人 开着了无敌战狂 变成 We are big 长得坐轨 变成 We are big 勇士兵器可想变成 We are big 绝世武器 传想变成 We are big I T O vs山 逆方向前 越acey愿正常 行动上量 者 爱个声唱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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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ses 伤口结责 今天特别提升 是 ة 录金 启 cont 中年後世的形容是動力 我的字典裡沒有放棄 空氣當人怕口去口去跟人生出一切 請問你想看章魚跟荒野 或是巨人會成為經典 大小三小海的古地方 滿過來幾天處理 我腳步高過天際 青蛙在經濟 One and two and one One and two and one 也是不太多 只是硬被我操作 你沒有看錯 我哪管去冒作 Morning baby Darling baby 街坊被醒來了 威風 baby Cow'n baby 變成巨人 開成了無敵 掌口 平常變身 We are big 長等酒鬼 單向變身 We are big 用時印記刻上變身 We are big 絕拭武器 傳向變身 靜世bi We are bi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